下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第二个 叫常见的随机变量 常见的随机变量 就是大家要说得不得了 就是这些常见的东西 那时候以后你不要再去弄 是定义是什么 然后密度还是分布率是什么 不能这样 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离产性的 手推二项分布 那么二项分布 大家可能是比较陌生 不熟悉 那我就问问大家 我们前面那个地方 有没有一个 银影虫贝露的实验 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个 叫银影虫贝露的实验 银影虫贝露的实验 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意思 就是每次实验 银影虫贝露的实验 两个结果 而且是概率不变 是不变 这样的实验 重复银影虫贝露的实验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叫AK 表示A影虫中 A出现开始 而且大家还知道这个PAK 等于什么呢 C A影 K P的K次方 乘以一减P的 A影减K次方 而且这个K 可能去多少呢 可能去0 1 2 A影 这就叫A影虫贝露的实验 汤老师现在告诉你 我们现在把这个AK 把它定义为什么呢 大一个是去K 因为我们现在 背验就随之实验了 我们也就随之变了 我就把这个 A影虫贝露的实验 把这个AK这个实验呢 就定义为X去K吧 所以这个对应呢 就是二相分布 二相分布 为什么是叫二相分布 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实验 两个结果嘛 就二相嘛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若X是什么 是随之变量 若X的分布率 大家听好了 只要提到分布率 那就表明你是离散的 是P 大X的于K 它的概率是多少呢 C NK P的K次方 乘以一件P的 N件K次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前面我们A影虫贝露的实验 就实验N次 每次有可能是AA刚 大家懂的 A最少出现多少次 0次 N次当中A一次都没出现 所以K去0 也有可能N次当中A就出现了一次 K去1 还有可能N次当中 每次A都出现 A刚就没出现一勾 有这样的人啊 他每次去买车票 每次都中 他就没有不中 这种概率很小 但毕竟还是栽的嘛 所以最多是A 如果一个随机变量 它服从的分布率是这样的 那么我就称X服从二相分 之后 X应该是波浪线B NP 大家懂了 N是实验的重塑 P是成功的概率 这个基础课都讲过 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第二个理散性随机变量 叫破纵分布 我们刚刚才说过 什么叫破纵分布呢 是X 是随机变量 其分布率 我说过了 只要T的分布率 就是离散性 是谁呢 P 大A个是等于K K是多少 K的阶层 分之那么大的K脂肪 E的负那么脂肪 我这地方也说清楚 那么大是个常数 那么大是个正常数 K呢 X去K K是一个 K可能去多少呢 K可能去0啊 1啊 2啊 点点点 如果一个随机变量 它的分布率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告诉大家 我就称这个X 这个随机变量 扶纵破纵分布 它的参数是那么大 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 离散性随机变量 极持它的分布 要记住 下面我要告诉大家 第三个 是连续性的 叫军援分布 是X 为随机变量 若 X的密度 为 大家只要提到密度 那就是个连续性 什么呢 FX 是等于B 减去A分之一 A 小于X 小于B 0 其他 如果我们这个 随机变量 它的密度函数 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告诉大家 我就称 X 服从A到B 这个区间上的 绝缘分布 这就是绝缘分布 下面大家完全可以利用 所谓的定义 大家知道 人家的分布函数 是谁 应该是这样 连续性随机变量 它的分布函数 应该是负无强 到X FX的几分 下面你们就算 要讨论了 X小于A 没有 X在A到B之间 是什么 X超过了B 等于E 所以 你还是捐缘分布 它的密度函数 你要自主 包括不太重要 但是你还是要自主的 X 如果小于A 只要0 没有的概率 概率的对积吗 我告诉大家 A 小于来于X 小于B 概率是多少 是X减去A 除以B减A X如果大于 大于B 概率是多少 1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连续性随机变量 很重要 但是它是 所有连续性随机变量 一个最不重要的一个 后面两个才重要的 下面第四个 叫指数分布 这个是个重要的 什么叫指数分布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所谓指数分布 实际上就是 X是随机变量 若X的密度 为 X的密度是谁呢 是FX 等于那么大 E的负那么大X 什么情况 X代表0 你 X小于来于 那么大是一个正常数 如果一个随机变量 连续性的 它的密度函数 是这个样子 那么大是某一个正常数 那么我就称 X 这个是服从指数分布 所以这个是个重要的 那我们就不要轻易地把它放过去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要数G 不仅要记住密度函数 更重要的是 要记住分布函数 所以请大家看 大FX 是负无强 到X FX的几分 我要仔仔细地推导 因为这个不推荐你时机 不好 我们就看 X如果小于0的时候 大FX 0啊 没有吧 X如果大于等于0的时候 大FX 你们知道 是应该是从负无强到X 进行对积 你们知道吗 从负无强到0 没有对积 但是密度函数是0啊 要来干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0到X 这地方是nambda 1到负nambdaX DX 高等数学的基本功能也好 像这个我一眼睛能看出 你的原函数 是负的 1到负nambdaX G到G了 0到X 结果是负的 大家发现X带进去 接着同时 0带进去是1 最终的结果是1减 1到负nambdaX 所以要求大家记了 一个随即变量 服从指数分布 那么它的密度函数 肯定要记住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 分布函数更要记住 X如果小于0 那是0 X如果大于0 那是1减1的负 那么大X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叫指数分布 要很熟悉 下面我要告诉大家 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 叫正态分布 关于正态分布 我们就要画力气去讲了 一定要画大力气去讲 而X是随即变量 如果 如果 X的密度 我说过了 只要提到密度 什么概率密度 或者叫密度函数 反正有密度这两个字 它都指的是连续性 如果 这个X这个连续性随即变量 它的密度函数是什么呢 是fx 等于2排 K更好 Sigma分之1 1的 负2 Sigma平方 分子X 减0 括号别问 这个数字有点复杂 但是你听了基础课以后 这个应该不复杂 我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Mu 是长 Sigma大于零 是正常 正常就是正常数 Mu是个常数 可正可负 Sigma一定要强调是个正常数 X的范围 负无强得正不久 如果你这个连续性的随即变量 你的密度函数是这个表达数 告诉你 我就称X 服从政策反复 这个有了基础课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个复习 那么所以我们在强化阶段 就必须要把考点给你全部发出来 也就是说你在考场上 你在做整理的时候 你要把题目做出来 这是我们这个阶段的目标 而不是说再给你追踪一些资本概念 讲一些智术性的东西 那个智术阶段已经做过了 但是我们还在做的话 目的就是帮你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 你们有的时候学到东西忘掉了 那么如果你这两个参数当中取得很特别 μ刚好取0 x刚好取1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不用fx了 用法约x 这个fx我们就用法约x 大家看一看是多少 是2πk更好分之1 1的负2分之x分 你看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么我就称x服从标准正体 就是两个参数 一个是0一个是1 那么这样的正体叫标准正体 那么下面我就来讲一点 那个了 大家看一看 若x服从标准正体 那么大家知道法约x 是2πk更好分之1 1的负2分之x吧 这个是对的 你有没有发现 人家的分布函数 不用大fx 虽然我知道分布函数是大fx 但是由于什么 由于你啊 这个 是比较特殊的嘛 就跟我们中学讲对数一样 大家知道普通对数是什么 叫L5G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第一是10的话是什么 LG嘛 它这个记号就比较特殊 就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时候大fx 实际上特质的是标准正体分布的分布函数 它是什么 是负无桥 到x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就是标准正体分布的分布函数 下面我们就要进行一系列的说明 第一个说明 第一个说明 x 属于一般的正体 重要啊 在历年的考试当中考过好多次 所以我把考点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折 我画图给大家看 我把图画出来 图画出来以后 你印象就深刻了 这是谁啊 mu 大家应该知道整个下面这个面积是几来 是1 你有没有看到mu左右两面是对称的 那就表明平分嘛 所以这个结论就很重要了 所以这个结论就很重要了 大一个是小于得于mu 是等于p 大一个是大于mu 等于多少呢 二分之一 比如讲 比如讲 我立体 x是服从正体的 另外我还要告诉你的是 t平方 减去 4xt 大家看一看 t平方减去4xt 加上 8 等于0 5 10 概率 是二分之一 问mu 等于多少 像这个题目呢 我们大家甚至都莫名其妙 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什么意思 请大家看解 t平方 解 这个地方应该是 我们这样 应该是减去 这个不是x 4 这个是大x 把这个大x放后面 t平方减去4t 加上8倍的大x等于0 50根 冲药条件是什么 对吧 现在我们不满说你的概率最多 我就不关系 我首先就问你我没有10根冲药条件是什么 叫delta 等于b平方多少 16 减去4ac 减去什么 这个地方这样嘛 我数据我再稍微抽得漂亮一点 没事啊 我就把这个8去掉 就t平方减4t加一个4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8不要 那么 它没有10根的概率是多少 是b平方减4ac减去4x 怎么了 小于0 即 x大于4啊 也就是这个方程的没有10根 冲药条件是x大于4 这个x可是个随机变量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得到p x大于4 等于什么呢 二分之一 不你说的吗 没有10根的概率是二分之一吗 因为x是服从正态的 这个烤了好多次啊 因为x可是个正态变量 那么你没有10根的概率是二分之一 大家有没有发现x大于4的概率是二分之一 我们知道啊 它这个正态变量 它的概率平分的地方就在mu这个地方平分啊 所以mu的有4 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下面请看第二点 是大法业不用讲二分之一 大法业大家知道对应的是谁啊 标准正态 大家有没有发现标准正态分布mu指指是0啊 大法业代表什么 伏向到0的概率的堆积不正好一般吗 还有一个 所以大法业费是等于一减大法业 就这么简单 好了下面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三个说明 x如果属于正态 非常的有名啊 这个知识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很有名的一个知识 x如果这是个重点 是一般的正态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标准化 x减去mu 除以sigma 是服从标准正态 这个太重要了 好下面我就来讲题目 如x x 服从一般的正态 我就问你 大x 减mu 决定值 小于20个吗 等于多少 像这种题目 好不好说 太好做了 大家听见什么 连续行随即变量 它某一个点等 还是不等 不影响概率 离散性是影响的 连续行随即变量 这个点取还是不取 概率影响是零 但是离散性不行 离散性 这个点取还是不取 影响大了 因为离散性随即变量 它的概率就集中在几个点上 你告诉我这个点如果是一个有概率的点 你取跟不取概率就不一样 连续行可不是 连续行它的概率是个几分 大家在高等数学都学过了 一个可及的函数 这一个点的几分是零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大家 连续行随即变量 一个点取还是不取 没少离散性不行 所以请看 X 服从 正态 我就可以得到 X-MU 比上Sigma 就服从标准正态 你们就把这个东西 看着一个标准正态变量 好的 下面请看 P X-MU 决定值小于2Sigma 我可以把它写成P X-MU 比上Sigma 决定值小于2 要整化吗 这个时候 我可以把它写成P X-MU 3Sigma 小于2 大于4 这不是问题 你知道不知道 他老师又干一件事 等于2 我说过了 连续行随即变量 你随便 我不在乎 哪个点你愿意等的 愿意包含的 你就包含就是了 因为连续行随即变量 这一个点的概率它是0 理散性不能毛 理散性这个点该去就去 不该去 坚决不能去 因为它会影响到概率 连续行没问题 这一个时候 它就应该是P 大X-MU 3Sigma 小于等于2 减去P 大X-MU 3Sigma 小于等于4 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可是个标准政态 所以结果就是大法 2 你看看没有 概率是从负无穷对到2 这个左边是个标准政态 所以当然是大法业2 这个是大法业4 大家不要忘记了 大法业4 又等于什么 一减大法业2 所以结果是两倍的大法业2 这件意义 我们大家完全可以去查表 这个查表都是可以的 那么所以说 我们议员 议委随即变量 及其分布了 这一张你要掌握的知识点 就这些 但是呢 题目是要仔细去讲的 题目是要仔细去讲 就是这个里面 它考大题的可能性还是蛮大 所以这个地方 题目是要花时间去讲的 讲完之后再考 就不是个问题了 好